討論,當中我們就是完成這個廢減兵半導力產的一些特別的描述 那我們當然就是說,正對這樣子的半導力材料呢 我們也討論它說,在不同程度的情況底下 它的電子的密度的大小是多少 那當然我們一般的那個部分地方的話 就是說,在一個四大層底下,你所有參雜機區的這些雜質的原子 它都全部可以有餘光 那被參雜機一份的話,它就會丟出電子 所以它是全部都會丟出電子的 那所以在這個中間這個區域,它會變成說 它的溫度的話是比較固定的,所以我們把這個區域叫做外溪區 那當然我們就分別討論說,在比較低溫,比較高溫的地方 在它的光電子密度裡面滅亡 那比較低溫之所以會濃度比較低的原因就是說 你外界的溫度,你給它的那個電子不夠 所以可能有一些散散進去的雜質的原子 它是沒有辦法丟出電子 所以才會導致說它這邊這一部分是比較低的 那至於比較高溫的時候,為什麼它轉個那個電子的密度也會上升? 我們上次提到說,其實不管是有沒有殘雜的半導體材料 它的那個本質濃度Ni,都會隨著你外界溫度的上升 然後變得上升,那這個時候它的上升的原因 已經跟有種的那個殘雜進去的雜質質較有關係 主要是跟半導體材料內部的那個本質的濃度有關 所以本質在濃度上升的話 這邊的話,變成的密度也會變得上升 所以就是分別,分成這樣子三個區塊 它的內部的宅子有這樣子的變化 好,這邊的話就是,非檢頻半導體 那,我們最後再把另外一個,相對於非檢頻半導體的這種材料 當然就是要檢頻半導體,來調整一下它的特定是什麼 那我們這邊可以直接做一個簡單的一句話 就可以讓大家很明顯的了解說,它跟非檢頻之間的差異 我們之前講到非檢頻的話 就是說它的殘大濃度是適中的 那它就是整個,如果是有能代圖的那個角度 各位看,好,我們等一下會再一下他們來補充一下 它在什麼樣子的範圍裡面,是處於非檢頻 那簡單的說就是,當我們把能代圖的EC和EV畫出來 那它的背景的EF是在EC跟EV之間 就是夾在這兩個之間,我們就把它叫做非檢頻 那如果是檢頻的話,就是說 一個,一開始你的殘雜 就讓它變得是一個很,容度很高 也就是我們很快把它叫做中殘雜 那中殘雜的結果的話當然就是說 你殘雜起來的話,這些電子也好,電動也好 它的數目就很多 那,如果從人家圖的觀點來看的話 其實它,有時候你 OK 我們先回到先講 我們在史書DF是有提到說 它的那個電子的那個密度的大小 還有EC和EV之間的那個差距的變化 那上個禮拜老師就有提到說 你的殘雜濃度越高的話 它的那個EC和EV之間的差異是越小的 那也就是那個EF會逐漸的往EC去靠 我想靠著那個密度越高 或會往它越來越靠近 可以根據這個事實的 能得到這樣子的結論 那你從圖形來看的話 就是說 這是一個 我們就先把那個EC跟EV畫出來 那你還沒有做這個殘雜之前 那個半導體才讓它的分子濃度是EFI 是在它的那個中心 那如果你把它殘雜成N型是會往上跑 殘雜的定型是往下跑 那我們先講N型好 你N型往上跑的話 如果你殘雜進來那個濃度越高的話 它是會越來越靠近EC這樣子的這個位置 它會隨著它濃度越來越上升有這個情況 那你當你就是說殘雜到一個真的非常的過量 比較重殘雜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這個EF甚至會跑到EC上面 所以你如果說你看到一個能帶圖 那它的EF在EC上面 你不要直覺就對我們說 咦 老師不是講說 EF是在兩隻中間 怎麼會跑上去這個圖是不是錯的 那其實它是一個比較特殊的情況 就是你殘雜濃度比較高的話 EF的確有可能會往上跑到EC之上 OK 這樣這是針對N型 那如果P型的話一樣往下跑 那P型的殘雜濃度越高的話 那個EF是會越來越靠近EV的 那你P型殘雜濃度過度的話 其實它也有可能會跑到EV的 下方 那所以說就是等於我們如果說 它是在中間 而且它中間的話可以譬如說 就是因為它有一個範圍 我們在講到P型殘雜濃度的時候 我們不是有最一開始的距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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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上方3KT的位置 或者是EV下方3KT的位置 所以它夾在它兩個中間的話 一旦是小於這樣子的範圍 這個那個差距是3KT 所以它在樓上呈現的那個 給我們的資訊的話是這樣子 那當然回到我們前面再討論這個 簡平放浪子材料這個內文 我們來描述一下 就是說什麼叫簡平放浪子材料 當你採雜進來的雜質的原子濃度很高 那你雜質原子的濃度很高 那你雜質原子的濃度很高 你可能就把它稱之為這種簡平的半導體材料 那它其實細部去討論說你雜質濃度高的話 也就是說你進來取代原本 已經對那些原子的樹木間很多 它逐漸的 因為它樹木越多的話 當然這些雜質原子 所以它們距離就會越來越靠近 所以它就開始會彼此去互相影響互相幹 然後當然它裡面的一些性質的話就會稍微帶一樣 那下方這邊的話就是老師剛剛講的 就是說你可能參展濃度多高的話 那葉證書就會跑到醫師的上方 或者是提醒的話 它會跑到醫立的下方 看到這兩個人很明顯 所以我們就把這種參展濃度比較高 然後內部這裡搬到裡面 它的載率濃度比較高的半導體材料 叫做減冰半導體材料 那這種減冰被減冰 這種其實我們在接下來 PN介面的那一個單元的話 就會跑到 因為我們PN那邊會跑到一種 單次的這種介面 當然它是有那個P Plus的 那我們如果在PN上面加一個P Plus的話 其實就是用這個P Plus來描述說 它的參雜能度是比較高的 那我們在第一個電子元件的部分的話 就會應用到這兩種參雜類型的半導體材料 好那這邊的話基本上就是 第一張的部分 當然就是我們稍微再 稍微一下 就是說我們這張到底學了哪些東西 我們最一開始的話 當然就是學到就是說一些 半導體材料 它到底為什麼叫做半導體材料 然後我們也用那個 導電率和電阻率來描述 那當然這個導電率的話 等一下我們進到第二張的時候 我們就會把它量化 所以講述說這個 導電率和電阻率的話 到底跟材料裡面的 哪些東西有關 那當然其實最主要就是跟我們 參雜進來的那個 農夫大學有關 那也跟你這個 栗子這些栽子 在這個半導體材料裡面 移動的速度 多少次有一些關係 好那也是把這種 當類似到分層的書型 畫物型 就是各種不同的類型 那當然我們 最一開始也有提到這種 金閣的結構 金閣的結構 的話現在就是 簡單 就是 我們把它交單位金閣 它是組成一個 材料它的一個 最基本的單位 那當然有 在這當中的話 有很多不同的 金閣來連的方式 那下次如果是 一定剛題的話 特別是 簡單的地方 那就是 一個定點 各百方一個原子 那或者是 體型地方 以及電型地方 它特別就是說 在最中心 以及六個面的中間的話 多數這樣子的 那個排列 那當然我們這邊 講的的時候 就是有 以那個一個 立體的話 就是說這種 原子在填充 這個單位金閣的時候 它到底 那種填充的方式 佔金閣的 百分比值 佔多少 那當然 下面這邊的話 鑽石結構 跟 產型結構 會不會是我們 最常使用到的兩種 當然我們才要 吸引性 深化加 當然我們是有 進一步的 來描述這些 解構的話 它的一些 填充的方式 那當然 下面這邊的話 就是說我們 以密勒指數的話 來描述一個方向 或者是 一個面 那當然這裡的 這個指數 是這種 曲的 它主要就是 跟它那個 三個座標的時候 教會的地方 那這個曲法 而且描述 甚至是外面的那個 框框的符號 的差別的話 它一個是形容的面 一個是形容的方向 或者是大一樣的 好 那 下面這邊的話 當然就是說 這根 它 原子跟原子之間的 鍵型是以 光架鍵 來 那個 組合而成 那當然這個 光架鍵的話 在低溫的時候 它是 在絕對冷度的時候 它是綁著實實的 是不會有電子 就是 光架鍵不會被打散 那就會有電子 被丟出來 就是當外界溫度 一旦上升的話 打到這光架鍵 那這個電子跑出來的話 它就會形成 然後 傳統電子 當然 接下來的話 在這張的學校 就是另外一個重點 這個 蛋 前面是這種 輕力子的 輕力子的模型 來描述說 當原子靠近的時候 會出一些 能界分裂 那 先把它推廣到 反動電子 它其實就是會 分裂成 兩個不同 一代 那當然特別就是 比較能量較高的 這個部分 叫做 電彈 那 它的 最下跟最上的話 就是 EC和EP 那這兩個之間的差距 跟網路 要依據 就是這個 材料它的 能細的大小 變形 那它這個能細這個 定義的話 也稍微的 因為 它代表意思就是說 你至少要給這個材料 大於這個能細的能量 你才可以拿到它的限界 那才會有電子 從家電彈 到網電彈 然後形成 傳到電子 那當然就是 下面這邊就是 能量對動量的 突行 那 比較 主要的就是 二十九月這邊 就是 這兩個 這兩個 的差異 就是 它的 電彈 或 扶寒 加電彈 或 的話 能夠在 螢光光園之下 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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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是在 一電子的左右 所以說 以外界的溫度上升的話 其實 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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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的話 就是說 我們有用一些積分式來描述說 這些 電子 它 跑到 那個 導電彈那邊的數量 那你在沒有做任何參賽之前 在熱評人的情況下 其實 導電彈那邊的電子 跟 加電彈電動的數目 應該是相同 因為 跑上去一顆的電子 底下 這邊才會出現一顆的電動 所以 那兩個是相對的 那我們就把這樣子的 叫做 本質 就是我們剛剛前面 有提到的 在這樣子的溫度底下 它的 半導體材料 它的 沒有參賽之前 栽子的數目 那當然這些 那個栽子的濃度的話 我們當然就是 可以 最終這邊的這個 實質 才會 和 EC和 EV之間的差距大小的關係 那當然我們這邊就是 定義出一個 BAM連接 那這個 BAM連接的話 我們經過這些 實質的推檔 我們知道它會是在 EC和EV之間 剛好是中間的部分 叫做 本質 BAM連接 當然 這兩個相承的話 我們其實這邊是 講到 那個本質 半導體材料 那我們後面 我們先聽到後面 就是 講到 參召之後 其實也是有這個 那個 一樣的關係 其實就是 N和P 電子和 電動能的濃度相承的話 或是等於它 本質在子 濃度的 那我們把這個關係 是叫做 質量作用定義 那這個關係是還蠻好用的 就是說 你只要 不知道其中一個 的濃度的話 那你就可以帶進 這個事情去推的 另外一個地方 等一下最後的 兩個例子 也是有用到 在這邊的這個關係式 那 當然就是說 分別參雜進來的 雜質原子 如果它 外圍的架電子數目 比較多 或是比較少的話 那 分別把它叫做 屍體 以及那個 受體 那當然一個就是 會 供應較多的電子 另一個就是 供應較多的電動 它就會分別把這個 半導體材料 面前式的分析 以及 P型的半導體材料 那最後的話 就是說 這邊的參雜進來的話 如果你參雜 就是比較 適中的 它是 我們把它叫做 那個 非經兵的半導體材料 那 就是 會 最主要參雜進來組織的話 就是會 隨著你參雜的能度 越高的話 我們所有人 它就會往上 往上 它P型就會往下 所以 它最後的話 才會有這種 相對的 參雜度過高的話 我們把它叫做 堅定的半導體材料 甚至會跑到 你死之上 或者是你死之下 好 那這邊的話 大概就是我們這一張的一些重點 大家 就是 大家就可以稍微 呼吸一下 那我們 接著的話 就把這一張 最後點 的 完成的 立體 把它往上 那我們就可以接到 第二張的部分 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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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冷到底是關身比較好 還是 攤開比較好 你們後面溫度還可以嗎 還是 後面 後面 後面中學會太熱嗎 還是 不會 會 不會 你給我一個 回應嗎 不會喔 好吧 讓我試著觀光看 我看如果太慢 我再幫他看看 好 那我們就 把最後整理一個 目的 然後 我們先來分明就是 就是 這個 這一張 好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這個目的 好 他是說 在一個 細 就是一個 細的範圍材料裡面 那 他的 導 費米能階 是在 導電 在下面 演合電子 的地方 那當然 從 一個細的話 我們可以 第一個 我們知道 細它本身的 能力大小 然後又是 一點 所以你可以 先畫出 那個 他的 冷淡圖 然後 他的 能階大小 是 0.12 電子 那 現在他提問跟我們說 他的這個 費米能階 是在 導電帶下面 0.2 電子 的地方 上面這邊是導電帶 但他下面 0.2 電子 的話 表示 我們的 費米 的話 應該是在他 下一道 我們這段的距離 是 0.2 電子 好 那他給我們這樣子 那其實除了這件事 我們當然 可以把他的 在很有欠債之前的 部分 所以我們在中間的話 也可以稍微把它 調整一下 也是 那 當然也不然 在中間嘛 所以 那 這一段 綠色這段 他就是 5 6 電子 的 標示一下 那我們就根據 他這邊 用的這個條件 我們想要 計算 它的 電子 電動度 也就是它的那個 載子 大小 那當然這邊的話 我們要 計算 怎麼去計算它 其實就用到 大概 有跟大家稍微 再複習到的這個 細字 對 45 這邊 45 這邊的話 就直接我們就先知道說 N的發音等於 但是因為它 如果用 紙 最下面的話 就是說它的 細它們真的跟細大小 因為我們現在的溫度 是在室文 那它的這個 導電帶的 有效 就是這個 NC 2.860 所以 其實很簡單 我們在 這個 講義十數頁 這邊的 這個 因為NC 我們知道啦 那 EC 其實從這個 看起來 ECA 它是 這個 差距 但是 我們在 那 我們在 這個 溫度 那 我們在 我們在 好,所以NC就是2.86 好,那EC-EM就是這一段的插庭 所以是0.2,那前面有一個符號 然後是0.2,那底下的KD 我們上次有在前面的0.2,那大家先做把它 再把它轉換成電子文字的話,它應該是0.2 那這邊計算出來的結果是 1.27乘上10 16,15,那會是 KD放公分 那就是 根據 那題目給我們 資訊,我們可以先計算 說它採索前後 的那個 電子文字的確是說 從這邊的 那個背面連接的位置我們也可以去 猜測出說它應該是屬於 N型的版本材料 是比較靠近上面的 好 那第一小題我要說 電子的頻度要計算數外 他也希望我們計算數電動的頻率 那在這裡的話 我們不是要用到這個質量 作用頻率 N層上的頻率 對系來講 它的頻率 有像這樣 10個 那就是數 它的頻率 有剛記載出來的這個 電子的頻度 1,2,3,4 10個 接種出來的 7,3,3,4 10個 OK 那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稍微來比較一下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說 我們從正代表 可以採測 可以推測出說 它是屬於電子的頻率 它差掉嗎 那你看看它的那個 電子的重度 它的 磁道是12磁 電動耗是3磁 它那個 差的那個倍率 因為是差滿 或是它 10個 12、13磁 這樣子的那個大小 所以的確 它在這個 半導體材料裡面 電子的數目 是壓過電動的數目 它就是 真的是屬於N型的 大導體材料 好 那第二小題 我們一定把它完成 這邊有一些 不足的大學 要告訴我們 它讓我們 它問我們說 它採渣進來的 那個 渣子原子的 濃度的大小 那既然它是 採渣成N型 所以我們知道 它採渣進來 是實體的 渣子原子 所以這個 實體的渣子 它已經 跟我們講說 它現在是在 室溫 那我們可能說 室溫 全部的渾度 足夠讓它 所有進來的 雜質原子 全部游化 所以這個 你一開始 摺渣進來 很濃度的話 應該是跟我們剛剛 計算出來的 墊子 不應該是相同 所以 摺渣進來 很濃度 所以我們繼續 激酸出 餐長 破壞 的 宅子 那當然 那也可以 反過來 反過來 靠我們 就是說它 給我們 濃度的大小 那我們去激酸出 背面 接 它再是 這個 接下來 下一個 會做做 練習 或是 具體 水 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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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他們 對 鼻子 這麼 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最後一個面對我們來看一下 那之前我們討論的一個問題 大概就是說這個半導品材料 都只掺紮一種雜質的原始進來 那這個時候如果說我們同時掺紮 試試看瘦體的原始的話 那它到底是會是什麼樣子的結果 那基本上的話是一個瘦體化電池 他們竟然一個是可以丟出電子 或者是可以丟出電動 所以他們可能是有點競爭的 那種意味在 那當然就是說看瘦體的那個數量比較多 那接著像那個數量比較多 然後就是都可以壓過的地方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我們它只跟我們說這個 一樣是一個細細類的聲碗 那它分別就是掺紮 遺失的十個石頭的瘡 以及發掺到十個石頭的瘡 那當然這裡的話 我們就知道 分別是半個細類的聲碎 那當然我們的話 它算是一個蠻精簡 可以把它半導體才要 參查成一個P型的一個雜質的瘡 對 所以因為它本身處理 那個第三處理 它是少一個那個電子的瘡 所以它接下來的話 會移動給 那個傳統力才要 電動這樣子的角色 那當然另外一個瘡 的話 它是多一個電子 所以它是移動電子 它會把它半導體才要 往根性的那一方去套 所以說 從第一句話的話 它參雜成就是這個 受體的原子的話 是十個石頭的瘡 那實體的這個原子的話 是八分到十個石頭的瘡 它是比較多的 所以看起來應該是 這個實體的雜質原子 從數量來看的話 它是比較多的 然後到這裏 就可以說出處 它應該是會 變成比較偏向任性 很多半導體材料 好 那它要去 第一個問題 就是說 去對到這個 再示範一下 它的這個 類瘡接的位置 就是說它類瘡接在 這樣子參雜類型之下 它是在 EC和EE之間 半導體的地方 還有我們去做這樣子的 那這個題目的話 我會給大家兩種示範 一個是比較簡單 一個是比較困難 一個是比較嚴謹 一個是比較嚴謹一點點的 那我先從比較嚴謹的方式 來跟大家介紹好了 但在這裡的話 還是就是 我剛剛就知道 從這樣子的看法 它應該是 比較嚴謹 很緊 半導體 這樣 那 要不要嚴謹的話 那就是首先 二連區 就是說 在這塊 半導體 還有金融這樣子 那種雜質 就監察 那它裡面的 電池 電動的程度 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那我們這裡的話 就是要稍微 要把我們 也是一樣講 一個電中性的 一個關係 是我們那裡 提到電動性的話 可以說 所有的 複電二 要等於 所有的 正電二的總統 那當然這裡的 複電二的話 除了電子之外 還有你 一開始 參雜進來之後 它優力化 它的 受體的那個 離子 那這邊它的化產 就是電動 跟屍體的 優力化 結合的離子 也就是 N加上 N A 或是等於 P加上 NB 就是這樣 會直接講 半導體 它為止電動性的話 那我們就這樣子 有關的關係性 那當然 這個的話 就是這個 NA的話 其實就是我們 特別參雜進來的 紅根深的 這兩個 那個 雜質的原子 所以 我們 就可以再把它 這些樹枝把它蓋進來 加上 NA的話 我們 屬的164磅 它會等於 P 加上 NB 加上 屬的164磅 這個 那這個獅子 我們其實就是進一步的 可以把 N或P 用 把它跟 另一方的等於 罐子把它 描述出來 那因為這裡就是 10跟164磅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在 解析的把它化解成做 如果N的話 其實就是可以 P 加上 7乘上 10跟164磅 把這一個 164磅把它 解析出來 好 那 得到這邊的這個 關係是之後 接下來 還是要用到 剛剛 所使用到的這個 質量 做 N乘上 E等於 N來磅 那 這裡的話 我們就把 N呢 用在這個 它等於 P這樣 把它 帶進來 然後 N2 那Ni的話 那在 那個 室溫一下 比較細 9.6 這樣 10的 94磅 所以根據這裡的 式子的話 你提 就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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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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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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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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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就把我們知道的像p我們剛剛的把它計算出來把它帶進來 也就是1.33增加4.34 它會等於這個前面這個I-9層上它會有這個影子版的順項 那I-9層上它會有這個上市的順順 那這個 這個Explorential裡面的小不知道我再講話是不是我比較要去解出來的 因為EFI預件比較EF的話就是說相對來說 它現在我們也知道說它會表面上分型靠到兩上號 那我要看它說這個FAM可以到底從原本的中心的位置往上跑了多少能量的這個距離 所以根據這邊的推幻就是我們就可以直接去解除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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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因爲我們體驗的話 告訴我 過去然後去那個 再去用互換的 匯科到一個復刻數字 就像這樣子 這個時候當然就先把這個去 或去靠兩邊去 每全都可以 那每人去過去去 每全都可以完之後 兩邊去到這個復刻數字 那復刻數字 之後你就可以把這裡 照影響一下 所以這裡變EFI的話 你說這裡 弄過去的話 你會就復號 然後把這個復號 這樣子的方式呈現出來 那這裡代表的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畫 就是說 那個 E C E B 那原本的EFI的話 在中心 那 你現在 殘殺完之後 它變成是分清 然後 或者是往上跑 按它跑的距離 更換 這個 綠色 綠色就是寫的EA 它往上跑 就是 這一段的大小型 0.4 就是 電子 對 你可以 直接把它放出 就是說 一動字 現在這個EA 會是在 分子的那個 背面接 直接 上方的 0.4 就是 一些 變成 之後的 上面 OK 所以這裡 這個是 這個比較 嚴謹的 解放 先去解除說 它的那個 再一次的 再透過 在這個 度 和 那個 差異的關係 去解除 然後我等一下 讓大家做一下 明星 再用另外一個 快速的解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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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這邊的話,其實先記得它的少數的宅子有多大小,然後會有少數再多,它的關係是去解出來 那其實第二個解法的話也不能說它屬的比較快,或者說角度不一樣 如果我們有多數宅子的話,那它是不是也可以進去? 因為其實我們如果多數宅子跟少數宅子的話,我曾經在這個地方發現說,多數宅子高於少數宅子很多 那多數宅子的這個濃度真的要透過這樣子的貿易雅子才算出來,其實我們並不需要 因為我們這個立體一開始跟我們講說,它是鵬跟森在獨家裡參加進行做競爭 那我剛剛提到說,就是他們兩個的話,贏比較多的那一個就贏了 那這裡的話,等於是說這個多數宅子,等於是他們PK完之後 那它多出來的那個部分的話,它就全部變化變成是裡面的這個多數宅子 所以,另外一個解法的話,等於是說,我們這邊擦掉了 因為那洪水還沒有,並且還不錯,還需要一點時間 就像我們一段時間比較多 然後再多分一下,那我這邊要擦掉了 可以嗎?現在還要擦掉一點時間 好,那我們這邊就先擦掉了 我就把另外一個解法把它快速吸一下 來抹來抬另一邊 麥克風 蒸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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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這個是八層十個字的字號是聖 它是想要把這個材料給我們是N型的 那這裡看起來的話它是數字是聖這個比較多嘛 所以它根據這邊的經過會得到說 它應該是會變成一個N型的半導體材料 所以這裡的話我們就可以快速的先去得到說 這個多數栽樹的濃度的話 應該是直接等於兩個相近多的減少的八層 所以我們剛剛前面就是說用電充性調節的方式去得到少數栽樹的濃度去 然後進入去計算可以同些那個位置的關係 那我們這裡的話換個角度我們用多數栽樹的話 那多數栽樹的濃度計算就沒有像剛剛的那種減少 我們直接用兩個相近然後就可以得到多數栽樹的濃度 那當然多數栽樹的濃度計算要帶的話 它的那個濃度就要換成濃度的濃度 就要換成濃度的濃度 所以我們剪掉硬帶到接著濃度的濃度 一上eter 就要衍而膽 他們當然是這個HIR hanya200 都要再佐一 把特ist的 follows 一 Chuck 沾的 水 OK 比較這邊的話我只是把這個數字帶進來 然後第一項然後去Nature都可以稍微把它寫出來 出來的話也是會找到兩個項目的項目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比較一下 就是等於是你少數材質跟多數材質都可以去計算出被民間位的距離 那如果說其實是問你說被民間的位置 你可以用多數材質的計算 那如果題目還有記憶部的問你那個少數材質的濃度 或者是多數材質的濃度的話 我們來建議大概用第一種解憶的方式 那可以得到比較多的資訊 雖然中間的計算也稍微比較好 所以說我們可以去了解說整個 兩種不同的雜質原子參展進來之後 讓他們彼此不相相爭 然後回到最後為他們的觀念 好 那我們先稍微跟各位說一下 那我們第一站的話 然後其實他們如果說再完成這兩個地步之後 就全部完成了 讓大家可以稍微再把第一站 然後我們來下一站的話 就從第二站開始跟大家一起做 再次在辦公室裡面 那移動傳出的一些 或者一些現象 進入的圈套 然後最終的就是希望就可以得到 辦公室才要讓我們實際上 這樣我們應該是有拍的設計 特別的大部分 從大部分地方 都變成沒有鍵 而是不翻譯 的小聲 只要直接開拍的 的小聲 也就知道 這麼多 Doesn't 是因為所有人 都在拍的 所以它變得更多,我們想要觀察一下這些在設計在一個電廠 或是說當中度的時間不均勻的時候,那它會透過什麼樣的現象,會有些移動 那我們這一章要學的概念的話,就稍微比較多一點點 因為這邊的話,也有些重點,像是在以前外面的教練所 對,我看有一些也是聽說,從主動物品來面前傳過來的一些概念 那我們的話,應用到現在做半導地址的高度的話 那如果這些現象的話,這個半導地址是怎麼樣子的呈現 所以這邊,我們前面的比較主要的重點大概是前面四大項技術 特別是宅宅的那個,整宅宅的那個貼移,貼移的那個氣息 那它這裡的比較一樣的情況的話,當然,主要是我們對這個半導地址要 加一個電廠,那這個電廠的話,就會趨勢在半導地址要裡面的這些 在這邊和在裡面的不同的宅宅,也是我們會從上去移動 那另外第二個現象的話,在這個diffusion,那個是擴散 那這樣這個擴散的話,當然,半導地址要整個,它的某一個局部 比如說它的左半邊電子的數目,右半邊電子數目還要來得多的時候 那它就會從數量多的地方,我們數量小時候去擴散 或是慢慢的去達到一個能力,這個擴散才會變成是一個能力的狀態 那第三部分的話,就是宅子的產生和複合的那個整個過程 那當然這個產生的過程的話,就是說,我們透過一些方式呢 讓宅子去注入到一個的半導地址要 那你注入的方式有很多種敏感的東西 就是一樣去施加一些那個電啊,電廠,從外部的電路 讓這個宅子跑到那個材料裡面 那你也可能是對這個情況去照光 那剛剛的材料提收的光,就是怎麼樣呢 在這個照光的這個區塊裡面,它就會有比較多的宅子 出生在這個地方 那產生就是說宅子的數量在這個瞬間,材料提供比較多嗎? 那相對它來說的話,有一個複合 那所謂的複合的話,就是說這個宅子 它可能電子電動消耗之後,它就消失了 那當然消失的話,它是把能量以不同的方式去轉移 那如果我們去觀察這個宅子在複合之後呢 它的總數目的話,應該是逐漸的越來越少的 好,那這裡就有四個現象 就是飄移過散產生跟複合 那這裡的中間這個部分的話 這個地域的方程式就是透過方程式的那個數學式的柿子 來講述上面的這四個現象 把它表示出來 當然說這個裡面的材質的話 是怎樣使用一些變化 好,那最後幾個的話 當然它也是很重要 那主要就是說我們在這裡的話 只是稍微來介紹一下這些現象 它呈現的情況 那譬如說,地域這邊的話 這個熱離子放射的話 其實我們最主要用到熱離子放射的部分的話 可能會是下學期 下學期那個MOS MOS那邊的討論的時候 我們可以再次討論到說 再次熱離子放射的方式呢 從原件的一側跑到另外一側 那當然我們這邊已經會稍微去提到它 那當然我們下學期的課程的話 就是講到這裡的部分的話 我們只要稍微把這個過程再講得更詳細一些 好,那接下來這個Toneling Toneling Process 把它穿出來的現象的話 一樣也是 宅子的話 都會直接穿過中間的阻礙 來那個扣過去呢 紅大毛布的話 也有些空間變化的效應呢 還有就是 扣腦子還要挖到我們 讓它存在成較高片長的情況下 所以這裡的畫面也是我們第二章 主要要學一些概念 那淡淡情況的話 其實會是我們 會花比較多時間主要 好方的這個重點 因為前面這四個現象的話 會去影響到 整個班農塞藥的一些電流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就是要注意的把這些 再次在裡面的班農塞藥裡面移動的那個情形呢 一步步 再次大家來看 好 那這裡的話 當然就是說 我們 一個 傳導電子 是不是啊 一個是電子 或是電動 或是說 一個角色在討論的時候 我們要把它的那個 有效性量的話 稍微區別一下 那當然這裡我們是針對電子 如果電子在熱平衡的狀況底下 那 熱平衡的話 當然就是說 我們可以做大門 讓它在一個固定的溫度 溫度已經固定了 每次提供給它一個固定的能量 那這個傳導電子 在半導體材料裡面 就會吸收這個 這個能量 在裡面就會移動 那它移動 就會有 動能的那個 出現 那 為什麼這個 因為前面這個動能的 四字歐像我們都還滿說的 這個就是LX1MV平方 那當然這個M的話 這個就是這些 傳導電子的有效性量 而 那個 後面這個B的話 就是它本身這個 平均的這個速度 那當然這個速度的話 就是 外界的這個問題 提供給它的 那 一般來講的話 對半導體材料 大部分的半導體材料 來講 在水溫底下的話 那裡面這些載子 移動的水溫 大概是 數的 所以 這個 柿子的做法 沒有東西 還有我們 製造的 就是那個 關於 裡面的這個材料 它本身 異動的動力 那後面這個 二分之材 KD是什麼 其實 主要的那個 等於是說 我們半導體材料 是一個 立體 一個三維的形狀 那 對溫度來講的話 它其實每一個方向 它吸收這個 外界的溫度的話 你這個外界的證明 提供給每一個方向的 能量大部分是 二分之一 KD 所以 溫度越高的話 提供給它的那個 熱溫度越高 那這裡 三倍的話 當然就是我們剛剛 你知道它是一個 三維靈的 三個方向 它都是會 會 在那個 整個 半導體的 體質結果都會受到 它的溫度上下 所以 這個外界的上升的話 提供給 整個半導體材料的 就是 二分之三倍 KD 所以這些熱溫的話 反而到時候 就會轉 轉換成這個 半導體材料 可以 穿到電子 還有一個動物 這個動物 它會拿出這邊的這個 那個一個式子 那當然我們 剛剛講到那個 三維的 對 因為 主要的話就是 剛剛為什麼會 用這個平均的 二分之一 主要是從一個 能量平均的 分配裡面 去 運到的 那當然這邊的話 就可以講話 就是說 三維的話 整個電子 運動 就是 可以這樣子 OK 那當然這裡 這個電子 這個有效質量 我們在現場 看到它就是 主要就是整個 經隔性的 會去影響到 那個 電子的有效質量 那我 上一張講到 有效質量 不是有提供出來的 一個 EK的動畫 那邊就重量讓它 的話就是它的 耗路線 在換散的話 來判斷出 它的有效質量的大小 好 那接下來 我們就看這個 一個傳導電子 就拿出一個導電子 來看看說 它在 那個 半導體什麼 要裡面移動的 那其實它 電子的話 它就是 如果我們現在 對它施加的 電廠 的偏壓的話 這個電子在裡面 它其實是因為 四面八方都有可能 是它會 跑的那個方向 它可能就是 隨意的跑 那跑到一個方向 它會撞到一些東西之後 碰撞之後 它會改變方向 就是這樣子 往另一個方向 跑 所以這裡的D23在這裡製作 它經過了好多 是不同的那個碰撞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到底是什麼東西 會造成那個 傳導電子在裡面 被它撞到 然後讓這個 傳導電子 變換一下 主要就是我們 整個半導體 在裡面 清潔清潔裡面 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 也都是我們在 檢查尋到 包括就是 在金閣裡面的 原子力 就是說 以一個戲來講 那戲它鑽石經過 那鑽石經過 它在不同 該有的位置 它都有一顆 錫的原子在那邊 那這些 傳導電子 它可能就是 在那個金閣裡面 自由移動的時候 它可能會 市面的地方都有可能 跑 所以它可能會撞到這個 金閣裡面 整個戲的這個原子 當它撞到這個戲的時候 它就會 可能 轉換方向 就會往裡面 所以那個 這個裡面的 半導體材料的原子 就是它 位置跟它造成 洪裝器 那另外一個的話 就是說 雜質原子 就是說我們 殘雜進來 取代戲原子 所以原本那個位置 有戲 那就是幫它 要換成 殘雜進來 那個雜質原子 但是那個雜質原子 在那個地方 那這個告訴我 這個傳導電子 有可能 會去跟這個 雜質原子 發生一些洪裝 那另外的話 就是說 還有一些散射中心 就是說我們整體來講 可能 整個經驗 可能有一些 缺陷 一些 我們一開始沒有設想的地方 東西 存在在裡面 那當然 存在在這個地方的話 同樣 會去影響到 這些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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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導電子的 動 好 所以我們就是知道說 那個 這些電子 會發生 那如果我們現在把那個 整個時間拉長 就是說 你去觀察 如果一顆傳導電子 它從這裡出發 那你給它 很長很長的時間的話 你會發現說 這個電子傳導電子的話 它最後其實是會 回到很接近它 一開始 這個原點 出發點的位置 所以你會注意到說 它 會是有一個 那個 名位的 那個 那個 然後 你給它時間夠長 它最終的話 它 雖然發生了好幾次 碰到它 可能 市民地方都會防止它 中間 那個方向中間的路徑 可是你實現一大長 會發現它 這個電子 會脆軸 會回到它 一開始 出發的這個地方 好 那我們 一開始跟結束 我們都已經曉得了 那我們現在要看 中間的這個過程 那中間的這個過程的話 像我們就發現 所以差兩次 發生一次碰撞 比如說第一次碰撞的話 它從其實點這邊 到第一次碰撞 它的總的距離 是這麼差的 發生過 然後換 然後第二次 到第二次碰撞的話 就是總的距離 是這麼差的 那我們把它每一次 發生碰撞 總的距離 把它做一個 提示的話 很酷 把它叫做 這個 在碰撞的時候 它有一個 第一次有記錄 就是說 它的一個 每次發生碰撞 然後說走 這個路徑的長度 去把它 做一個 平均 那當然 走的 走這些路徑這些長度的話 它每一刻 都 那個 那一次都要花一點時間 那我們就把這些 那個 每次發生碰撞的時間 把它稍微做一下 平均 然後我們就把中間的這些 這些平均時間的話 叫做 Everytime 就是這個 那個 電子 所以要電子 這個半導體長要的 發生碰撞 所以 這裡 這裡是最終的結果 就是說這個 電子會回 時間拉長 會回到 接近它一開始 7點的地方 那整個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回到 這裡的那個 那個 參數 就是它發生碰撞 平均中的距離 以及 每次發生碰撞 平均 因為一一刻在這 多少時間就會發生一次的痛撞 就是這裡的參數 所以下面這邊的話 我們就具一個例子 就是說 對 細來講的話 假設 那個基本上它大概就是 在它的那邊結果裡面 它這樣 平均 自由基因 就是說差不多 10的負四方 當然就是說 每次都是10的負四方 一定會通 有時候比較長 有時候比較短 然後去 做一個平均的話 這樣 走這樣子的距離 就能夠發生碰撞 那我們可以通過 那這裡的那個 平均自由基因 就是剛剛我們前面提到 呃 宅子它的 這個速度 來計算區 它的 自由時間 就是 值得我們知道 距離輸入 輸入跟時間 那這個速度的話 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 那個 數的七次方 那 宅子的七次方 宅子的那個速度 就是這麼快 那我們就把 它的 人質 把它帶進 那一三個 可以想著說 那大概是 10的 50的一次 方面 沒這麼快 那個時間的話 它就會發生一次 那這個就是它的 明明只有時間 好 好 好 那剛剛討論的那個 情況的話 就是 一個辦法 我特別講到 我想像前次沒有 施加任務的電廠 所以我們會注意到 前面這個圖的話 這邊寫 電廠 沒有施加電廠 它在裡面是 隨意這樣子 讓我們 發生動作 或 移動的 或外界 那現在 如果我們施加一個 小小的 一個電廠 電廠的話 那它就會去 改變它 在任務的情況 那當然這個 小小的電廠的話 我們知道說 每一個電子 它的帶電量是 負Q 然後帶負電量 它是一個 有型的電路 那所以這一顆電子 在這樣子 電廠 一的那個 驅動之下 它會遭受到一個 那個 力量的那個拉扯 所以它的那個 力量的大小 當然就是 負Q 乘下這個 那個 電廠 電子的大小 那一顆電子 咖啡這樣子 的拉扯 那當然就是 這樣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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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我現在有一個電廠方向師 從 右邊 直到左邊 那 現在如果是一個 帶著 電流電波的話 它走的方向 會 會是跟電廠相關 那 如果是一個 帶負電流電波的方向 就是 反過來 那反過來 我們剛剛提到說 這個電廠會施加給 這些 在這個 力量的話 對電廠來講的話 就是 那個 一個 QE 它對電動來講的話 這個力量的話 QE 它就是 全插在一個正面 那 這個電廠 會讓 那個 帶 政府 用在此的話 這個概念 其實後面 也會一直使用到 所以現在的話 對一顆電子來講 它的那個 拉力是 負的 QE的話 那這個力量的話 它就會讓 這顆電子 從那個方向去加速 然後就是每一個 每一個電子 在這個 電廠的力量的話 它就會有一個 速度的存在 那我們就把這個速度 叫做 那個飄移速度 就是說 經由這樣子的 那個 電廠的驅動 才對這個 在這個 有個拉力 那這個拉力把它往這邊拉 那這顆 那個 電子的話 它就有一個 速度 往可能的 右手邊去走 那這個速度 叫做 飄移的速度 好 那我們現在知道這個情況 那現在我們把整個概念 因為剛前面的那個 還沒有是一家電廠 那電子在裡面 自由碰撞那個 那 稍微做一個結合 做一個結合 就是說 你原本就是 一樣啊 我們假設它 發生碰撞 走的方位 全部都一樣 就是說一開始就是從這些 朝這個方向走 發生碰撞 朝這個方向走 這樣 那我們這次的理念 我幫你一下 那我們現在把電子 加進來的 就會變成說 它一樣也是朝那個方向 可是 因為這個電廠的存在 這個電廠會把這個電廠 會把這個電廠 往我們的右手邊去拉嘛 所以你看它一樣是發生碰撞的 它慢慢的 下一個之後 它往裡面就是會有整個 位移被拉動的 那個情況 那這個圖形 為什麼會變這樣 你就把它想像成說 如果一開始 你是在一個 那個 平面路上 那你拿一個球在那邊 往上跑 好的 那就是 它的那個路徑就往上走 然後往下掉 好 那你現在把你這個人 你坐到一台車子裡面 那我一樣就是請外面的那個 螳光者來看 因為我在車子裡面 我還是同樣做 往上 一個拉球往下掉的這個路徑 可是你的車子 如果開始開動的話 那你在那個車子外面 看到那個情況 就是除了你有一個 往上往下動之外 你還有一個 往右手的一個偏移 那這個電子的話 就是出現這樣 就等於是說 這個電子它 坐到車子裡面 它原本 碰撞的那個 方向路徑 都還是一樣 或就是有一個 電廠加進來 讓它有一個 往右拉的力量 所以你看它整個路徑 會是稍微有一點 跟前面那個 電廠 稍微去比對一下的話 就是會有一點點變化 OK 那所以這裡我們已經知道 這個 電子 它為什麼會有 這樣子附近的變化 主要跟 就是在 電廠加進去 改變它 多了一個拉力 好 底下這邊的話 我們要介紹一個 這個 Mobility 這個 這個 這個牽移率 基本上 我們後面的 那個 考慮到 一些電流 甚至到 那個 元件 那些元件 都會一直用到 牽移率的 這個 概念 其實這個牽移率的話 就是來描述說 一顆宅子 它在一個 電廠底下 被這個電廠 驅動 你知道電廠會去 改變它的 就是給它一個拉力 對 給它一個 飄移的 速度 那我們來描述說 這個 電子 在這個半導力 使用裡面 受到電廠底下 改變 那個 方向的一些 情況 然後你用這個 Mobility 牽移率來 來表示 好 那我們現在的過程 就當然牽移率 現在還沒有提到 那我們就先 瞭解一下 這個牽移率 到底是怎麼來的 那最主要的原因 是在於說 我們剛剛 我們接去我們 接壁這邊的 我們 施加一個 電子的銀行 然後它就有一個 有一個 力量 這個力量 那我們來討論一下 就是說 你這個力量 提供給這顆宅子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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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量 大小 你施加給它的那個 動量 應該是會 成為它 獲得的那個 動量 好 那你施加的這個動量的話 你施加這個力量 就是 你施加這個力量 那個時間量 這樣 那會等於 它獲得本身這個 在這個動量 就是說 它本身的 質量 你施加 它本身 獲得這個動量之後 它移動的那個速度 所以 它就有這個管理 施加這個 施加這個m 就是施加力量 施加這個力量 花了那麼多時間 所以 施加給這顆粒子的那個 動量的話 是 那 那 表現出來 這顆粒子 表現出來 它獲得了這個動量之後 它就會有一個速度 會去移動 所以它本身 獲得的動量 就是它本身 這顆粒子的質量 來乘上它 獲得這個動量之後 它的那個速度的大小 還有這個關係性 那當然這裡 就是針對不同的東西 都會有辦法 這樣子的事情 那我們把它 應用到我們這邊的 這個 那個電子 那這個電子的話 我們知道剛剛 它這個電子 它在電廠的那個 施加之下 它的力量 應該是等於 負的體力 這是它的那個力量 好 那我們施加的時間 是多長 我們就討論一次 我們還是空狂 所以一次空狂 我們當然 我們這個時間 就把它承送 它的那個 電子自由時間 也就是這個 好洗 好 那它會等於什麼 等於它本身 這顆粒子 也就是這個 傳導電子的質量 然後它的質量 當然我們就以 它的效質量 來帶進來 那後面的話 就是它本身的 那個 本身 或者這個電腦 的 驅動之後 我們還移動的 這個速度 我們叫VN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 VN呢 把它表示說 後面這個關係是 我們把這個MN 除過 配合到這個VN 可是這顆 電子呢 在招收到這個電腦 或者這樣子的 拉力之後 它本身 飄移的那個速度的話 會是 這樣子的 你把電腦出過去 好 那就是電腦出過去 會是這樣子的情況 那我為什麼要把VN 努力出來 拿前面這裡 整項版 還用成一個小瓜 因為我們剛剛這裡 提到說 我們定義一個叫做 Mobility 牽引率的東西 那這個牽引率 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它這個材質 它裡面在那裡移動的 那個情況 它是跟我們所施加的電廠 是有什麼樣子的關係 所以 比如說 前面這個是 我們就是到時候 我們這裡第一出來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那個 切根力的大小 前面我們就用 Mu 分來表示 那 那這邊的話 也是我們這個 電廠 所以我們就說 它本身這顆 在這個電廠的驅動之下 它的速度 是怎麼樣子的變化 那當然這個電廠越大的話 然後你的速度就越快 那很合理 因為你電廠越大的話 你的蠟鈴越大 這個蠟鈴越大 就會影響到 它的這個速度 那我們這裡就是 直播就是 整個過程的話 我要來推導出來 然後把它定義出說 這個小瓜屋裡面的 這一個東西 跟有效質量有關 跟已經只有時間有關的 這個東西呢 我們把它叫做MuN 也就是這個 版本的摘子 在這個半條理材料裡面的 牽引率的大小 OK 所以 這裡算是我們 在這一章的唯一的重點 因為我們 定義出來的 這個東西的話 這個小瓜屋 它就是 我們的 那個 帶子的 電子的 電子的 電子的牽引率 那這個牽引率可以 清楚的告訴我們 整個 在這塊半條理材料裡面 它的電子 它是怎麼 跟 那個 市價的電子 電子 之間是有 什麼關係的 對 OK 那當然 除了這個 過程 它的定義之外 牽引率的 單位 上 特別 所以它比較複雜一點點 就是說 它跟它的那個 這個 比方公分 然後還有分次 這樣的 第三個大小 不管 所以就等於是說 它單位的話 是比較可能 我們稍微去 去 去 計理一下 那你如果把同樣的過程 因為我們剛剛看的那個 角色是 那個 帶子變 那你可變 那現在如果你把它變成 電動的話 你是同樣的過程 你可以去 討論一遍 它的差別就是差在說 你看 因為它的方向不同 那電子就是有一個 不好 電動沒有不好 那如果你一樣的力量 現在要討論電動的話 你這個負號應該是會不見 所以你整個過程 如果去討論電子 討論電動的話 你電動本身 在這個電廠之後 它的輸入度 和電廠沒關係的話 它其實就會 那個負號就消失了 因為主要是說 你整個過程的問題 一樣去稍微微一點的話 你就會知道 所以你看這裡 我們剛剛說 就是這裡 要說 電動在這個電廠底下 它本身的飄移速度的話 它的力量 前面是沒有負號的 但是這個概念 你要那個 動機器 一定要知道 電子才有負號 那電動沒有負號 所以要就是說 電子到所有的方向 是一個電廠方向 是相反的 那電動是相反的 所以它就 不會有負號 那這裡 有沒有證明的話 對我們 有一個負責電動 其實是影響的 所以這裡要 順便注意一下 有一個負號的那個 出現 OK 那為什麼 一個電子和電動的 切衣率會不同 因為在同樣一塊 半導體材料的話 當然最主要 你從這裡的推廠過程 可以知道說 因為我們知道 在一塊材料裡面 電子和電動的 有效質量 都是一樣的 所以你的有效質量 當然是不同 再出來最後 我們可以 μ2跟μ1的話 你是不一樣的那個 有一個大型 那當然對電動來講 我們看 在這個電動的時間 會有些差異 OK 所以這邊的話 就是我們老師跟大家講 說 第一個是我們這個 月曆它的定義 那它是怎麼做的 那它 它的定義就是說 它在電廠之下 一個不同的那個 那個債子 它的政府啊 然後它的 你的利益方向之後 它受到這個電子 影響 它會輸入的一些情形 它就有這樣子的關係 它就有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看起來它就是 會比較 至少在一個小小的電廠之下 它會沉添一個線性的關係 那當然 之後我們會進入的 把那個 一些 沒那麼理想的那個情況 高電廠的情況 一定的 在這一章的最後 我們會拉近 所以我們知道 知道說 在你私家的電廠 如果是小小的話 電廠越大的話 我們可能會在這邊 在移動速度的話 是長 變成它線性 變成上升的 那當然這裡的符號的話 這個方向的那個 方向平常 它並且代表說 它是一個 一個 就是線性上升的面積 好 下面這邊的話就是 scathering 那個就是 散色的面積 那當然 我們剛剛 其實就提到說 在機構裡面的那個 原子也好 或者是我們採用的那個 雜質 雜質 原子也好 它都會去影響到 這些在 半導體採用裡面的 浮動 那我們就先看這個 這個 金隔 金隔 這個原子 那當然 主要的金隔 這個原子 因為 它在 高於絕對領土 在一個 室溫底下 也好 比較高的一個 也好 這些熱門的話 它都會造成那 金隔的震動 然後就是說 雖然原子還可以在 幾個這些位置 但你外界 熱門上 那這些 到時候就是說 這些震動的話 是可以把 空間間的震斷 所以 金隔 其實一直 只要有一個震動 它就是 會發生 這樣子的 震動 那當然這個震動的話 就會去影響到 這個 反省器裡面的一些 那個 周期性的這個 potential 那當然就是說 你到時候 再次在 裡面 移動的話 就會受到這個 震動的 張動 影響 你就可以想像說 你原本自己在那個 一個裡面去 那如果說 你現在洪複的地方的話 是有會震動的一個平台 那當然你在 跑的過程當中的話 就稍微受到這個 震動的感到 那 整個移動的速度 就會 有一些 那個 變化的那個情況 那你外界的 溫度越高的話 震動的越遠 總會給它的 燈量越高 那當然就是說 你 電子這樣子在跑 那它 震動的情況如果 越遠重的話 它原本跑的速度是這樣 那它在一個 震動的程度去跑的話 那當然 速度就吹不出來 它就會變成是 受到它的影響 那當然最終 影響的結果的話 就是說 它在 比較高的溫度底下 它的牽引率 是能下降的 因為我們知道 牽引率的速度有高嗎 它這個速度是受到 這個震動的 感到的影響 那當然 牽引率在比較 高溫的時候 是有下降的 温度越高 那個 牽引率的話 就會越低 所以主要的影響 就是 金格本身 它的那個塞車的金格 一陣分 還有這樣子的 一個結構 好 那 參雜進來的 那個雜質原子的話 你可能會說 那這個雜質原子 不是只是取代 原本 系在金格的位置嗎 那它應該 對它的影響 應該是一樣的 那的確 它在那邊的話 這個雜質原子 進來 它溫度越高 它還是會震動 可是它除了這個 震動之外 它還給了這種 傳導電子 額外的一些影響 因為我們知道說 這些雜質原子 參雜進來 游泥化之後 它會變成離子 那不管是 變成是代震電 或是代表電 這種震負的話 就是會吸引 或是排斥 經過它旁邊的一些 傳導電子 也就是說 它會有一個 那個作用力 那當然證酷 有作用力的話 就會讓原本 電子從它 旁邊跑過去 那裡 如果電子 如果說 你本身經過你的代證 變成雜質原子 它會稍微被它吸引 那它可能就會稍微 一點偏移掉 就會被拉過來 那如果 它是經過有代譜的 例子的話 它會被推過去 所以它等於是說 你在跑 跑步的時候 有人在旁邊拉了 怎麼可以 那你就是 稍微去收到 影響它整個在裡面 移動的感覺 會有一點偏正 所以 當然就是 會有這種情況 會發生 雜質原子 對它造成 那個散色的感覺 就有一個原本 那個 那個經格的震動之外 這樣子 多了一個 這樣子的固定 那可是 就是說 它稍微有一點點 跟我們剛剛前面的跑步 有一點點不一樣 剛剛前面提到說 經格的散色 經格的震動 是 溫度越高 震動的越重 那它的 那個 經過它 這個位置 那個電子 受到感到 激烈的影響 可是如果我們 以這個庫輪說 用力這個進步來看 因為 每一顆 那個 雜質原子 它被它電子 經過它會被它 吸引或拉扯 然後 回到它 可是你 溫度越高的話 就是說 如果你速度夠快的話 你可能已經跑過去了 那拿到那個 雜質的底子的話 實在是 不要去拉它 那帶不及 所以可以只說 那個溫度越高的話 可能因為它本身 沒有在這個雜質 旁邊的那些 其實是越能力 因為這個 宅度越高 所以反而它 在那個 比較高的情況下 比較不會收容 那個 雜質的底子 對於步驟的影響 所以 稍微有點不一樣 不過就是說 其實這些 不管是 經過裡面的 也只要 或是 雜質原子 它都還是為 多少 都應該拿到 那個 殘導電子的移動 那當然 最重點沒出來的話 就是它的那個 前衣 會都說 OK 那 下面這邊的話 當然只是把它 那個 分開討論 當然就是說 我們知道 TAUC的話 就是 那個 每個 一段時間 它會發生 碰撞的 那個 就發生一次碰撞 那如果你 TAUC給它的那個 導數的話 代表有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 在單位時間裡面 發生碰撞的次數 因為 TAUC就是 那麼長 每段時間才發生碰撞 那你用E去處理這個 你就會得到說 在單位時間裡面 發生碰撞的次數是多少 那 碰撞的次數就是 我們可以把它拆解成剛剛那邊 分別是 經格的震動 造成對它的 所影響 所造成的那個 碰撞的次數 再加上 你的那個 渣子 原則 對它的一些 酷的次數 讓它的那個 移動路徑偏移 然後所造成的那個 碰撞的次數 也發了很加的東西 那就是 在這個 材料裡面 所發生碰撞的那個 總次數的那個大小 那當然我們 前面的話就是說 在算那個 牽引率的時候 摩批的題 我們就知道 這個牽引率是 跟這個 超C是正確的 其實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你可以把 底下這個是 這個超C 把它用 牽引率摩批的題 來 來描述它 OK 所以我們就把 剛剛的這兩個 散射方 一個的順從 正的這個例子 我們稍微看一下 那你有沒有看到說 這個例子 這個圖 這個圖 很重要 就是不同的 那個操作的 那重點就是說 它對應出來的 那個 那個牽引率 那上面有好多條 不同的那個曲線 那每條不同的 就是曲線它有不同的 摻雜進來的那個 屍體 屍體底子 那個原子的那個 濃度的大小 比如說上面 最上面這一條的話就是說 摻雜進來 可能是生的原子 它是 10的14次方 那第二條的話 就是摻雜進來 是10的14次方 所以 摻雜進來的 那現在只要是10的17次方 所以 右往下的話 它的那個 它來自準備 補片補養的那個 sample樣品 然後它全面車 所有的每一個樣品 在不同的路上 它的那個 牽引率的大小 那這幾條的話 其實我們會注意到說 它 都有一個趨勢 就是說 我們姑且先看看這個區域好了 如果你先看右半邊的話 你會發現說 隨著溫度越來越高的話 它每一條的那個 牽引率 牽引率都是那個 下降的 那這裡主要造成它 這邊的那個 原因的話 其實就是我們 第一個那個 金隔的那個 三次 我們講到說 金隔震動 溫度越高 以及那個 震動的情況越來越中 所以 所有的那個 樣品裡面的 那個 摻雜的牽引率 摸雜的話 是會下降的 所以你就可以從這裡 這兩個樣品的 一個實驗 然後說 你確定 不管你的那個 摻雜的情況 怎樣 你的操作的溫度越高的話 你的 牽引率是 下降的 這樣 輸出什麼 那這裡比較特定的就是 在於說 最底下的 因為你看它 上面這三條 在那個 低溫的時候 它一樣 還是可以 比較高的潛力 可是下面這兩條的話 它 好像在 低溫的時候 反而又掉下來 那這裡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在於說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 其實這個是 我們屬於的 餐長的濃度 滿越往下 餐長的濃度是 微高的 也就是說 底下這邊 108m的收穫 它裡面的 雜質 原 雜質的 雜質的強硬度 數目是比較多的 所以 它特別是說 在這兩條 就算在低溫的時候 它還是會 呈現出說 因為本身這個雜質它優移化之後 它的可以去拉扯傳導電子的那個僵射也多了 所以它等於說在重度較高的時候 會有比較明顯的那個雜質產生機器 因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這些優移化之後的這些雜質的東西 它提供了庫的最後一件在那邊動動的傳導電子之後 它就會有一個下降的那個情形 所以這個圖要等於是我們前面兩個 你要知道說這個牽液率的話 它會受到很多的那些散射的影響 那第一個經過的散射層 第二個經過的東西經過的會增動 那第二個的話雜質原子的話 它就會變磷子 它會有那個對傳導的電子 會有一個空中的拉扯 那這裡的話當然就是表現出來在這邊 這幾個樣子上 它的那個切移的體驗是溫度越高的 那濃度比較高的話 就是它在比較明顯的情形 它的切移的實體那個比較會響調 表現得比較不好的這樣子的結果 好,那第九頁這篇的話 就是把系跟其他人的那個半導體材料呢 它去把它那種不同的那個參賽程度 對應到那個水平對 那個情況把它量化出來 那我們右半邊這個那個指標 已經塗上這個D的話 我們先暫時好 因為這個D的話是我們那個 第二部分的擴展是我們很大 我們先看那個左半邊這個 中總共的那個漸移力 我們剛已經學過了 那它對不同的半導體材料 它有不同的在不同參賽程度以下 會有不同的漸移力 甚至就是說 譬如說 建議對電子來講 對電動來講的話 同一個半導體材料 一樣是會有不一樣的表現 那我們這裡的話就是說 隨著 不管是什麼樣子的那個大字 它就是說只要隨著你們參長的音樂到的話 你會有這個那個雜質的那個散射的情況 所以它的那個摩批的人都會下降 然後每一條都是說 因為我們參長的音樂的話 或是越往右邊參長的音樂的話 所以每一條就是 同一個音樂到的話 不管是電子 電動 全部的那個簽入都是下降的 就是下降的那個測試 好 那另外一個的話就是說 如果我們簡單看上一個習的話 我們會注意到說 在不同的那個動作底下 那電子的簽入 永遠都是比那個電動的簽入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知道說 我們在上一章就學到說 電子它本身的那個有效質量是比較小的 那我們這裡的那個簽入的定義就是 就一直要說 跟這個有效質量的官方在分別 那有效質量越小的話 當然對應出來的那個簽入就會越大 所以那個 電子的本身 對 對戲來講的話 你看這個電子的在不同參賽中 就是藍色的這一條 都是比底下黑色這一條 還有兩大部分的本身 就是電子的有效質量的官方 那聲望現在也是 你給他一看這個電子的那個表現 然後就是那個電動的圓圈還有兩個號碼 對它有這個情形 所以我們後面的話就是會有一些應用到前面的時候 如果說我們假球有一些速度 希望它操作的速度比較快的話 往往都會是利用N型的那個半導體材 來作為我們半導體材 來使用這個電子的簽入比較大 那它的運用速度就比較快 因為速度就跟那個簽入力還有一個情證比 OK 所以 到這裡的話 因為我們學了一個新的東西 先以遇到同學有沒有問題 我們再把這裡再跟大家來那個快速的講一次的話 因為我們 前面的話就提到說 那個 你外界的溫度就會提供給半導體材料裡面那個能量 那電子 這些材料電子的話 就以動的方式來呈現出去 獲得了這些能量 那當我們沒有施加任何電廠的時候 這些傳統電子在金格裡面的移動都會發生碰撞 那它碰撞就會轉換方向 那這些造成它碰撞的轉換方向的話 就是半導體材料裡面的那個金格的原子 甚至是你猜上去裡面的雜質的原子 甚至是其他的一些缺陷等等 一些散熱中心呢 都會造成這些電子在裡面 材料裡面的移動的時候碰撞 然後轉換方向 那我們剛剛就有聽到說 你的時間大的約束情況 是這個電子最終碰撞的時候 然後可以追到一開始的那個 出發的那個位置的那個電話 它叫做那個 陸位的那個情況 那我們剛剛在進行的確認講說 整個碰撞的過程 方法說他們平均沒有走一段距離 然後我們把他們自己 碰撞走的那個距離 把他平均起來 那就可以畫一個平均自由記 那甚至就是說 你中間沒有發生碰撞 所花的那個時間的話 一定要慢慢地起來 就可以得到那個那個 平均自由時間去看 平均發生碰撞的那個時間 OK 那像這邊的話 當然就是那個 當我們對同樣的 一模一樣的那個 電子在裡面 發生碰撞進行 假設它是在一個小小的一個 鎖下一個電廠底下 那它的那個情況 就會電子如果稍微 被往右邊去拉扯 那那個老師在 白板這邊我跟大家說 就是我們的 宅子的極性 正負力量 它被電廠驅動的那個 方向就很大的量 那也被有一個這樣子的 大陸 對這個這個 很有宅子的話 當然也就會 對這個宅子 提供給它一個 那個飄移的這個速度 去給它申請 那我們就在討論說 它本身的宅子 受到這個電廠驅動的 飄移速度 跟電廠之間的關係 那我們在白板這邊的話 就以那個動量 你施下給它的那個動量 給它破補的這個動量 那我們最終就沒有去 推算出說 這個電子它本身的速度 跟電廠之間的關係 它是一個 承正比的關係 而這個承正比的這個 係數 它命名叫做 摩比爾叫做切移率 那切移率的這個單位 讓我們可以注意一下 那當然 對電子 有這樣子的結果 對電動也會有相同 這樣線性的這個結果 那差別就是它在旁邊 符號這種 或者留意一下 那當然 嗯 進一步的話就是說 你外界的溫度啊 或者是裡面的 財產的情況 都會影響到 你本身 在裡面的 那個速度 的那個 也就是進步去理想 這個材料 這個切移率的大小 那對 溫度比較高的一個 半導體材料 我們知道 就是會經格 會發生震動 大經格的震動的話 就是會造成說 在裡面 跑動是比較順 所以它的那個 切移率的話 然後 我都會看到 摩畢的理性 是下滑的 那另外的話 就是說 我們參加進來的 雜質 原子 優力的話 變成荔枝之後 這個荔枝會 同樣你會對這個 那個 傳到電池的一些 那個 庫倫的作用力 那它就會對它一些 拉扯 那這樣也會去進度的去影響 這個 摩畢的理性 那這裡的話 就是 實際上 我們準備了一片 不同的參雜濃度的 一個 身後 去量測它在 不同溫度底下的 切移率的大小 那我們發現說 溫度硬道的確會受到 那個 經格的震動 每一個樣子的 切移率的下降 那另外的話 我們注意到說 參雜的 濃度硬道的話 其實是會 雜質質質的 故作用力的話 同樣在電池的時候 也會去影響到 那個 切移率的大小 那最後這邊的話 就是提到說 系跟生化膠的話 那 每一個 就是說 餐廠的濃度高的話 其實你也都是相反的 那另外的話 對喜也好 對生化膠也好 它的那個 切移率的話 總是那個 電子系統 電動的 調性還要來得很好的 那主要的原因是 跟它的 有效時間都不關 好 那我們今天稍微休息一下 我們等一下的話 大家會取一個 民主來的 營單 看一下說 這個 那個 那個 千余啊 還有 然後 等等 那些 一些 一個 一個 的 一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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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那個 谢谢观看 先看一下第一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的话,其实我们的牵液那边有没有关系 主要是去看整个影哉子它本身的发生过不久的影响的时间 以及它平均走多久的距离对发生一个碰撞 那因为它并不是用我们去计算的时间 它是直接用这个材料它的牵液的大小 然后让我们去反对 所以这里的话,其实我们只是要用到牵液它一开始的这个例子 因为牵液我们知道了 牵液等于小包吻的这一项 那我们要去计算出这个考试 那其实我们只要知道这个有效是这样的创造部分 所以我们就知道是这样的创造部分 所以我们在第一小时的话 那就是透过那个牵液的提供 那在牵液之内 搞出来一切的结果 就会计算出来 所以我们就往下了 所以我們只要去反對這個 那我們就把這些數字把它帶給你看 當然特別就是它的流消值量的話 那個流消值量的話 它是0.26倍的N 它N就是一個電子的那個質量的大小 所以那個就是0.26 然後一個電子的質量是等於9.1乘30的 531次放 這就是這個 這個電子的流消值量 那後面就是直接填上它的那個切移率 它這裡的切移率的話 它有個單位是 公分 然後稍微轉換一下 這個 這邊是公司的 就是4.28 就是 台灣行動說 把它看的 標站 然後 然後它再按一下 就是它的 單位點 就是 5.194吧 那這邊計算出來 它這個 平平平自由時間的話 是等於 1.18 10 13 14 8 秒 就是說 在這麼短的時間 它平平在這麼 這麼短的時間 它就會發生一次的碰撞 好 那第二小時的話 還是要我們去計算 它的平平自由盡 就是它走多久的那個 多長的那個 就會發生一次的碰撞 那這裡的話 其實 之前 我開過的 這個 算平均至於 它就用比較簡單的方式 因為 我們前面提到說 燃料體質 然後再試用一下 它的速度是 四個七次方 它就直接把 這個 速度跟這個 這個 相承 然後 這個 當然 這個 稍微 不是那麼的 嚴近 所以我們這裡的話 比較嚴近的做法 就是 用到 在這一張 那個 動量 這個 關系 我們透過這個關系 是去計算區 它就在這個 溫度底下 它的那個 速度跟那個 打項 所以這邊的話 當然 就是這邊的這個關系 上 可以看到 這個速度是可以 可以 可以靠 的 這個 那當然 就是 可以 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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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的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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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把它 轉到這 兩公分 就是 很難回 好 那速度我們 有 當然 這裡速度 就是跟我們剛剛前面講 是那個 10的7次方式很接近 那怎麼會是 比較 那個 精確的去計算出說 它大概是 可以 2.29 這樣是一個7次方 然後 這個 給它這個 熱 然後 這個 動量的關系 去計算出來 那當然 接下來的話 最主要是 要去 算出這個 平均是 這個 走多久的距離 才會 發生 彼此的動作 就把他剛剛計算出來 這個 結果是 我們前面 第一小時 算出來 這個 平均是有時間 所以 2.29 就算是 7次方 再乘上 1.48 再乘上 10分 13次方 那 就是 大概 3.3 就 再乘上 10分 走多久的距離 之後 又發生一次 的空洞 所以 這個 這個 透過它 給我們 一些 瞭解 那一次 就是 自己要 知道說 當然 那個 牽引力 還 一直有時間 自己要 對 關鍵 去計算出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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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好 來,這題也算蠻簡單的,就是說, 就是有沒有... 其實我不知道那個稱之外就是 那個有效質量的話 就是搞不定製造的那個東西 是一個電子跟電子 就是有效質量 用來來表述說 它跟 那個自由電子 是有關係 因為它已經有電子在 材料裡面的經濟裡面 還是會收到 經濟裡面的音樂之所以 所以它會定義出一個有效質量的東西 那當然 其他這種如果要注意的話 大概就是單位 大概就是說 然後你要把它稍微轉換一下 才能進去追蹤這個街 這個地方 好那我們再 回到 講一個部分 那我們剛剛已經 投論完那個 那我們現在接下來的話 就要稍微呼應一下我們在 那個第一張穴道的 就是我們第一張穴道 那就是有看到一開始的穴道 小電力啊 電阻力等等的 然後後面也有穴道那個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把這個 你的牽引力跟 電阻力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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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稍微做一個結合 那現在的話當然就是說 在熱穴人的情況之下 那就是說你準備一塊 燈型的半導穴 那你這個燈型半導穴材料的話 出去 因為這塊藏到世家 這裡的穴道 在那邊的時候 那它的穴道 是 左邊 這樣子的那個穴道 就是它 材料的 冷氣啊 電單加電單等等 那這裡中間就是它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它是穴型 所以它的那個 那個穴道 就會稍微 往上 這個燈型的位置 那是在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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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現在要 導入我們這裡的 這一張穴道 裡面的東西 這一張是說 就針對這個 半導穴材料 去 對它 它施加一個 電壓 那以這個 例子來看的話 它是針對這塊 N型的半導穴材料 它的左半邊 它要建立 那右半邊這邊 它施加一個 正的電壓 電壓 那這裡正的電壓 給它之後呢 第一個 你要知道 就是說 這個正的電壓 現在右半邊的話 它內部的電場方向 是怎樣 因為你正的這個電壓 所以它的電場方向 是從正的出發 也就是說 它會有出現一個 從右邊往左邊 直的 這個電場 這個方向相當重要 主要的理由就是在 這個電場方向 如果到底清楚的話 你會知道 它內部的這個 電子電腦 是往那邊去移動 所以利用 然後只要說 它施加這個正的 鎮壓 是會有一個 有的電場 那當然 你如果 相對來說 你這邊如果是施下一個 這個電場方向 對 這個我想 比較多很清楚 好 那這裡的話就是說 鎮壓加完之後 電場方向 我們確定 那接下來我們要把它捐到 這個冷帶圖的話 它是這個樣子的變化 那當然 左邊這邊的話 是沒有加任何的 任何的那個 偏壓 它的那個 冷帶圖是水平的 那你現在 在右半邊 加正的低壓之後 加正的低壓 等於是說 它會有一個 傾斜的狀態 那這個傾斜 從經過來看的話 是那個 右半邊這邊比較低 右半邊這邊比較低 那 右半邊比較低的話 等於是說 你傳導電子 原本在平的這邊 如果有一顆傳導電子的話 它平的 它是 也是可以過來的 那只不過就是說 如果你把它施加一個 正的偏壓給它的話 你看電場方向 這樣子 那一顆 帶附電的電子 在這邊的話 它會跟電場方向 相反的方向去移動 就是它比較容易會 跑到 右半邊來 它會被這邊 你家的正的 電壓給吸引 然後帶附電的 它是比較容易 跑過來的 那我們把這樣子 的概念把它 融入到 冷帶圖來看的話 等於是說 你一個 那個偏壓在這邊 那你一顆電子 把它擺放在這邊的話 那我是不是 它應該是 往右半邊移 因為這一顆的話 有點像溜滑梯一樣 它是比較容易 會滑下來的 那這個滑 照然它滑 傾斜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家的一個正的 你家在右半邊 那這顆電子的話 會比較容易 往我們的 右半邊去走 所以整個 等待圖的話 會加了一個正的 你要看 它是整體是傾斜的 也就是說它 它每一條 現在我們在水門的時候 它每一條 EC、EV、EF、EI等等 它們都是平行 那你整個 要把它傾斜的話 它每一條 還是維持平行的 你狀態 然後整個這樣子 往下拉 所以你看它每條 有這樣子的傾斜 然後這顆電子 如果也能在 左半邊的話 它會因為這個傾斜 它是比較容易 往下來的 那當然我們後面 也會講說 它整個 移動過來的 如今會是上面這樣 比較有那種 鋸齒狀 只要不是這樣 順著這樣 形成這樣 過來 比較會這樣看 它的過程是 為什麼會是這樣子 所以這裡的話 當然就是說 它往下傾斜的程度 它往下傾斜的程度的話 如果你整個 增壓加得越大的話 它往下傾斜的 增壓就越大 那這裡的增壓就越容易 增壓 那你從上面 這裏面看的話 一個更正的一個增壓 現在這邊的話 裡面的增壓 是更容易被它所吸引 就更容易去 會往右半邊去考慮 那當然內部的增壓 會增壓的增壓 增壓的增壓 增壓的增壓 所以我們這裡 學到就是說 我們代表它是會 因為人類要 做偏 偏 極限 那極限的狀態是 跟人家的這個 偏要有關 那這裡會 一個 我覺得對書學者來講 會比較容易 包括 在於說 你會覺得說 因為能量好像 那我剛剛講的 好像越往上越大 可是人家正的話 怎麼會往下拉 那你往下拉的 這邊我們剛剛已經講的 過程不一樣 所以你要稍微記憶一下 我們家正的增壓的台車 是 能量不是往下 所以相對來說的話 如果我們這裡改成是 加 負個增壓的話 它的增壓 不上去形 那 上面的增壓的話 就是 點數點它有爬過 它是比較不容易爬到 有辦法 所以這是我們在這裡 學到的一個 概念中 合了 我們在第一張 學到這裡 還有 部分上學到 這個 電腦 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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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會把它 進入 就用 那個 切移 等等 去稍微做一個進入 所以至少我們在這裡的話 知道說 是這樣的 電子的力量的話 會有這樣子的 輕型 好 那當然這裡的話 就是說 我們定義書 它的這個 等於是這個電子 電子的這個 力量的話 會是等於 一個負的 變換能力的 體度 就是說像是這個 EC往下 傾行的一個 斜率 這個傾行的斜率 就是把它描述 一起來說 跟這個 斜下這個 電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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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大小 好 所以這邊的話 就跟我們剛剛 最後的這個 就是 負的 QE 是等於 負的 負的 BEC BX 那這裡負負 我們就先把它拿掉 那你再把這個 那個 Q 先把它移過去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 上面的這一個 所以這個 前面的這個 關係是從商業的 最底下那邊 而來 就是把 出負的 QE 輸過去 那這裡為什麼可以 跟我們講一下這個 實質呢 因為主要我們從突 剛剛就提到 它每一條線 都是 平行 那我們說 這個是算是 從突來看的話 算是它的那個 協定 所以 意思是 你的協定 應該會跟 EID EID 這條這些協定 應該是一樣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 再蓋著 再度蓋著 這樣子 好 那到這裡我們先 暫時把 電廠 還有我們的 背面的 或者是那個 暫停在下一段 那些協定 暫時把它放在這邊 那下面這一段 我們會介紹一個 新東西 往後再把它 上面的這一個 再稍微做一個結構 那我們這裡要介紹 這個新東西的話 叫做 靜電位 我們用這個 插著這個比賽 這樣子 然後來把它 表述出來 那這個靜電位的話 我們是把它 定義上說 它是這個 一個 電子 它等於是它 有附的那個 物體 物體的那個 大小 所以這是定義 就是說 定義說它的 非常大小的話 是對於 這個比賽 影響之位 這個 那我們這裡的話 就是說 從這個結果 來揭露剛剛的這個東西 去等到 後面的這個 界電位 跟那個 在這邊 裡面的這些人的關係 這裡其實只是 簡單的一個 提示程 然後 再過去 做一些情分 我稍微提供 再可以把這邊 讓大家 回去談這件事情 可以參考一下 那因為畢竟這邊 有一些是地域的東西 所以要 稍微 記一下 好 我們在既定位這邊的話 就是定義嘛 就是電廠的大小小 是美股的那個 那個 比賽 VX 跟電廠的 直接跟那個關係 那 電廠的話 因為等於什麼 我們在上面 最前的那一檔 等於 Q分之一 然後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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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 從後面這兩個關係 稍微來 把他對應一下 跟是說 兩邊同時去做 基本 也就是 這邊有個符號 我這邊 那我這邊 其實是沒有寫的 我寫一個大概的 就是說 我把他兩邊同時去 積分起來 的話 後面當然還會有些 DX還有說 他是 把他創文 跟他聯繫到裡面 我稍微自己把他稍微帶一下 從這邊的結果 應該就可以看到 積分完之後 我們是一個 這邊有一個符號 那我符號到時候 是 過去的 賽克 是會等於 我們的 分子 以來 對 對 OK 所以這裡的話 其實我們 這個關係是 目前我覺得我還比較不能體會 差不多到 可能 PN街面那邊的話 他有一個 能帶圖 他就是會 在能帶圖來呈現出說 其實因為我們每個人 帶著這樣子 一絲、一絲 那些花出來 那你可以在圖示上 表示出 他的那個靜電味的大小 而這個靜電味的大小 因為我們人帶圖示 越往上面能量 越大的 那靜電味跟他差異的 是八卦的 靜電味本來是 越往下面是 越大的 那這裡呢 等我們後面PN街面那邊 看有圖的時候 看到說 我們再來 稍微討論一下這一點 這一點 那我們這邊的話出現 介紹出說 這個文字 然後讓他知道說這個靜電味 其實是跟 之後那個年代 稍微有一點點關係 那他們中間當然也是會 插一個那個 那個基本片 這樣子的關係 好 那那個 接下來的話 就是我們剛剛從上一頁的 那個 家庭一樣 比如說 電磁會往右半邊去移動 那個趨勢 就是說 他的那個 人帶有一點點 往右半邊去傾斜 那我剛剛比較說 電磁它並不會說 像真的這樣 溜啊 你這樣順著這個 人帶的這個斜 斜線 斜魚這樣子滑下來 它是有點這樣子 巨石狀 那為什麼呢 我們比較在這邊 就是要來講一下 他的這個過程 因為等於是說 你就想說 有一顆電磁現在 板在這個 那個 右畫面這個位置上 那我現在 右半邊是加一個 正的偏壓嘛 所以這個 電磁的話 會被這個正的偏壓所吸引 就是電磁方向是 從右邊往左邊直 所以 電磁的話 它會順著 跟電磁方向相反 所以電磁往右半邊去跑 所以它一開始就會 跑到 黑色這個路徑跑到這邊 好 那假設現在電磁跑到這邊 那 電磁在這邊的話 我們之前有提到說 電磁跟怎樣 我們會是希望在一個 比較舒適的地方 所以 電磁它會比較 大部分的電磁都會 在平面的時候 它的電磁都會 盡量的去累積在那個 EC 然後在能量最低的這個位置 那你現在就是說 那它的那個 它被電磁的那個驅動 跑到這邊的話 它現在在這個位置 那它這個位置有點疼空起來 它已經不是在它的那個 EC的最下一個訊息 所以它就是會想辦法去 釋放這邊高 多出來的能量 因為它現在在這邊 比較高的位置 釋放多出來的能量 然後回歸到 這個位置 那個EC的能量 所以它這個動分是怎樣的 一開始電磁先 被這個 你家的正面啊 所造成這個電磁的驅動 右半邊 走黑色的那一條 然後之後呢 它在能量 現在處在能量比較高的時候 它想要釋放能量 跑到 再次跑到這個位置 那個意思 那它怎麼釋放 它可能是去 跟那個位置的那個 結格裡面的那個 原子們等等 去發生一些碰撞 那碰撞完之後 就把這一部分的那個能量 把它轉移 轉移 轉到它出去 然後之後的話 它就會回歸到 那個 在這個位置的那個 EC的位置 它就持續這樣子 它在這個位置之後 再度的被我的電腦 去往後來這邊跑 然後跑到這邊 它能量比較高 就發生的碰撞 又會回歸下來 所以最終的話 就會呈現出 那個 起碰這樣子的狀態 它電子 並不是順著流氓 你這樣跑過來 而是這樣子 跑過來 然後釋放能量的風狀 跑過來 然後釋放能量的風狀 鋸石狀 可是我們整體來看的話 它的移動的那個趨勢 的確是往右下角去跑動 就是被我們這邊的那個 正面要去吸引 不過它詳細的過程 稍微又帶一點點 就是說 那個能量的釋放 這樣子的動作 還比較清晰 所以這裡的話 是它正的 電子來講 在導電帶 它移動的情況 並不是說真的 下去的話 就是要這樣吸引 而是拼著跑 然後釋放能量 再有點 鋸石狀 然後釋放我們這個 這個移動的那個 錄製 好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知道說 對一個半導地質材料 施加一個配壓 給它內部有一個電子 會造成那個 災子 如果是電子也好 電動也好 會在裡面收到它的那個 驅動 那它就會有一個飄移的宿命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進一步來投作 這些災子 它在裡面有這個飄移的速度 它既然會移動 那如果我們在外部去量測 它的話 那它就會得到一個 因為這些災子移動的 電流程度很大 所以我們會把這個 因為那個 電廠的驅動 造成它飄移的程度 那個電流 叫做飄移電流 那這是我們可以看到的那個 災子移動的第一個情況 因為電廠的驅動 讓災子移動 它移動的兩側到這個電流程度 就是飄移電流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把這個飄移電流 到底跟我們提供給它的 還是半導體內部的哪些參數 我幫我們可不可以把它 用一些簡單的詩詩把它寫出來 那這邊 老實講 這邊的話是課會 那我當然知道說 大家看到這個 資格嗎 等等那個數學 我看起來應該是會覺得 有點可怕 那我在旁邊 這邊用一個比較簡單的套詞 幫它寫出來 因為這邊 老師在這邊補充的話就是 一個 只要 補充我基本概念的有關 那你就會了解 那我們再把它推移過來 那我們知道說 電流 電流的第一是什麼 如果說有一個材料 那我們看它上面 總電流的大小 是不是在那個 單位時間裡面 它流過這個 位置 它的那個 總電量 很多 你把那個總電量 去處理這個 它的那個時間 就是這個 電流的大小 這是那個 電流的一個定義 好 那電流的定義 是這樣子 那接下來的話 像我們這邊的話 你講到那個J是電流的頻率 那它跟電流其實差在說 那個 你把兩側大的電流去處理這個 半導體 塞到那個灰色的 接面機的大小 所以 你不管 你要用電流的表現也可以看 你要用電流速度也可以 插在那個接面機 那當然我們這裡 就 還是一群課本這邊 先來討論一下這個電流 那電流密度的話 我們回到這邊 電流密度跟我們上面的這個i 之間的關係一樣 大概也是插一個 接面機的大小 給你 i除以a 好 那我們把這個i呢 用上面的這個 那個t分子q把它帶進來 你應該會等到說 變成接面機乘以那個時間 然後分子它的這個 總電量很大型 好 那接下來這一步的話 我們就要稍微用到我們在那個第一張學校的概念 這裡總電量是什麼意思 總電量如果我們要把它跟我們摻雜完之後 這塊半導體才要它的電子的密度那個很濃度的大小的話 我們是不是 我們電子的這個n 濃度的大小是不是 單位體積裡面有的那個電子的數目 這個n的那個單位往線上 它應該是體積的大數目 那就是電子的這個密度 所以我現在總電量的話 總電量我是不是說 只要我知道在這塊半導體才要的電子 總共有幾顆電子 那我去乘以它每顆的基本電量 也就是乘以幾顆的話 你就可以知道這塊半導體才要裡面的總電量很大 所以我們現在前置之外就是先知道 這塊體積在裡面 它裡面的電子數量有幾顆 那我們知道它的那個 裡面的濃度單位體積裡面有那麼多顆 所以我們一定要再乘上它的那個體積的大小 那你才可以得到說 在這塊體積裡面總共有幾顆的那個電子 因為那個濃度的定義是單位體積裡面有幾顆 那我們整體成這樣這整塊的總 就是這整塊材料裡面的電子只有幾顆 好那每一顆的那個帶著電量是總電量 所以我本身的部分這個總電量區 我們就可以改寫成這樣濃度成這樣 好那分母分母就一樣在類似它的那個結面體積 那你再乘上體積 好那下一步我們該怎麼做呢 你現在你會注意到處它的分子有體積 然後分母這邊有一個介面積 那體積除以介面積的話 我們重複線來換 這一整塊的體積是這麼大 那你去除以這個介面積的話 你是不是應該分到這整塊的那個長度 就是這個沒有那麼大小 一整塊的體積除以灰色的介面積就是整個L的大小 所以我們這一個式子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再把它簡化 體積除以介面積就把它變成是長一 所以你應該可以知道 這裡有什麼車上進去把它顯現出來 後面的話這裡就變成是 我們體積除以介面積的這個電子L 就是這整塊蛋耳機的長度的大小 好那下面的話就是 這邊繼續用標準 剩下記憶的時間這個東西 好那到這一步的話 我們應該怎麼繼續做下去 我們注意到說 現在變成是有一個L跟一個時間 所以它這裡的話 距離除以時間的話 其實就是說我裡面的這個電子 如果要從這塊蛋耳機才要的最左邊 走到最後邊 如果它花了T這麼多的時間 因為我們前面的這個定義的話 Q除以T就是說 單位時間裡面 經過這一整塊的那個總電量 所以這個L除以T的話 其實我們等一下可以把它 進化成這樣 L除以T就變成是 VN 也就是 那個 每一個電子在裡面移動的速度 因為它每一個電子在裡面 都要L的 那麼長的距離 就花T那麼長的時間 那距離除以時間 就是它的那個速度跟大小 好 那當然前面的那個 負N乘上 就是我會這樣連長變 那我們接下來 我會再把這個VN 用某VN的千一律的方式來表示 也就是 這個VN是變成的 你用我們剛剛前面 提到N跟千一律 把它對電子來講 這個VN是等於負的 這個VN乘上E 乘上電長 那你再把它在前面等負 QN結合起來 負跟QN消掉 所以就剩下 QN 這個VN乘上E 那這裡的結果 就跟我們講義的這邊 是一路一樣 那只跟我們講義 講義這邊的話 用這樣子的那個數據 然後是把它表現出來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數據 是 你覺得好像比較難行進的話 你可以嘗試老師的這種 基本 然後那個日銀的一些定義呢 然後把它表現出來 然後得到最後的結果 這個電流VN跟一開始參加進來的 那個 不有關 也跟半導體產業裡面 這個在一起的 前一律有關 也跟私下的電廠有關 好 那我來跟大家說 我們已經知道 等一下再把那個 白板這邊 再跟大家稍微 從頭到尾再重點 就是一下 因為這邊的這個 調理電流的概念 它其實還很重要 看到從頭到尾再重點 是 我可以說 1個 2個 對 對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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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